而卢比的外围环流持续影响台湾 而在屏东地区尽管水上活动开放了 但受到这波风雨影响 可以看到这个沙滩都是漂流木 满目疮痍 知名饭店业者生意惨淡 定房率不到两成 而水上活动业者 好不容易是等到了疫情降旗 虽然又碰上天灾 也让他们大叹 今年夏天真的是世上最惨 海浪一波接一波拍打上岸 屏东肯定海域不止浪高 风也很大 椰子树叶子随着风势剧烈摆动 知名饭店沙滩放眼望去空无一人 尽管疫情警戒降为二级 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 以及西南气流影响 饭店定房率不到两成 因为海泛不佳 所以海域的部分 所以目前是没有海泛 那整个地方的顾问是有增加 但是不是很危险 不只饭店业者苦哈哈 雪上活动业者同样也很伤脑筋 整个沙滩 你看看 这个浪那么大 整个沙滩满木窗椅啊 这样你看看怎么做生意 实在好无奈 好不容易判到疫情降级 却又碰上天灾 生意根本做不下去 虽然客管住已经让我们可以开四一天 可是问题是这个 熬雨已经好久啊 所以我们根本没办法 因为天气的关系 我看去年的暑假哦 我们也可能没办法赚到钱 另外在小琉球也出现巨浪 海水高涨已经贴近路面 斜坡上方架起三角锥 禁止民众靠近 风雨持续发威 观光生意惨淡 业者只能咬紧牙关 继续苦撑 接着出世伟屏东报道